這些是開玩笑的,不是開玩笑的 是呀,要補充人家 真的有得拿嗎? 好,下一節 好啦,謝謝各位 下次輪到我們最歡喜、最喜歡 德哥的拉打 其實我很喜歡德哥的 拉打的粉絲,不是,德哥的粉絲 拉打出場了 拉打人,麻煩你出現 謝謝 玩具TV 第八季第八集,玩具TV 這次要說的 剛剛說的是比較女性化的玩物 中性 我也是對的 這次是比較少女性化的硬派玩具 硬派角色 SHF和真骨雕 兩個都是SHF 一個是真骨雕,你喜歡 這個先 對呀 好,一看,看一看 絕狼 左手先 絕狼 男人中的男人 我其實原來有SHF 但有猶豫買不買它 但一落上手發現 那個體格真是漂亮了很多 描背這件,真骨雕,真的不一樣 真的雕雕聲 不說笑 我上去說,手感厚很多 還有其他手甲的造型 都很美麗 很風利 當然 本身大家有買開 對上一隻黃金的牙筠 那隻就頂班了 已經超過千了 但真的將價位推高了很多 超過千嗎? SHF 是呀 炒價 當然 這個價格也七八三 不過遺憾地 絕狼本身在電影中 沒有銀閃閃的造型出過 牠就不同牙狼 牙狼是兩套夾的 一套就是拍攝用 喘眼喘得話 媽媽都不認得的 真骨丁版本 另外現在絕狼 就出現正常的特攝版本 我很喜歡這個角色 也是 靈虎一 靈虎一 有些釣而狼多 又不羈 但其實也挺好人 一來 牠本身叫外冷內熱 跟牠沒什麼兩句 牠很冷 牠一牽動了牠的熱血 可以感受到牠內心澎湃如火的情感 牙狼是一個很硬派很嚴肅的人 牠是一個非常相反的存在 我記得有一集在大廈上高一邊打 對,沒錯 小心直覺 尖的,大家小心一點 肩甲移動時會刮到胸口 肩甲是黏在肩膀上? 不是,是分開的 有點像 Iron Man 其實可以看到胸口內扣也挺有趣 關節是黏在手臂上 對,在手臂上 變成像 Iron Man 玩法 你擺姿勢時要遷就體型去設定動作 因為胸口和腳的關節可以拉得多出 但膝蓋是這麼多 胸口的關係,骨頭不全 也可以這樣 反而是這些位置做得很精細 這些人也可以 看一隻眼 看到 看到 還有,頭部真是立體的 這個真是 對 阿迪有沒有看到? 剛剛 不要叫剛剛 之前絕郎擔正那套 沒有 唉呀 我講不講好呢? 因為真的見到他對異性有興趣 對 他本身對異性有興趣 很吊兒郎當 但是這次就有少少動情 當然下場也不是有好結果 通常都是 我喜歡劇透 但這次不看 反而又再跌遠一點 在第一季牙狼裏面 都沒有說第一季牙狼 其實整套 所有的牙狼系列 有一集我最喜歡 這集呢? 就是講他的對手 是江戶時代 武士那一集 是嗎? 是 那一集真是看得熱血沸騰 不是打什麼 寶夫 他不關事 那個 蒼田寶超 是 強姦三個 那一集真是挺厲害 那一集是看得打冷陣 既然我現在不是說 這個 照耀黑暗的人 說這個絕郎 我又 不想特別勇太遠 不過 有喜歡看牙狼的 好坦白說 即是蒼田寶超 蒼田寶超 強姦三個 這個 這個 魔戒騎士 那一集真是 真是 真是沒得頂 但我想講一集 就是本身 有一個 武士 他就為了追求 這個 武道的最高峰 挑戰一些 難以想像的對手 在他那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江戶時代 已經有這個恐怖 而有一個劍魔恐怖 竟然被他打敗了 然後 他就被劍魔恐怖 控制了 來到這個現代 追求這個當代最強的武士去決鬥 牙狼他又找不到 又找了絕狼 那一集真是棒 最可怕是有兩個地方 第一 那個武士 他是 暫時 全地球 唯一一個可以將 Horror 修復了 成為了自己力量的第一個人 也是唯一一個人 第二 他是可以徒手拿起黑鐵 即是他拿了絕狼那把工具 劍回牙狼 他是有能力消滅魔界騎士 那一集是看到 暫時沒有一集 牙狼是比他好看 你猜他真骨丁 會不會出大河版呢 不出奇 你只改了一點 把金色改 改回青一點 改回黃一點 對 確實有披肩 霸氣差很遠 馬呢 魔道馬 我覺得 不是不想出 是他應該出不了 沒有人買什麼 因為之前這個 魔界騎士 Equip and Fox 斷腳 一來很重 本身馬身 二來也真的 不是那麼多人 死忠到 好像我這些傻的 都照買的 不是那麼多 所以變得很濕 說回一件事 本身擺姿勢方便嗎 他大腿比較頂 所以我不能夠盡低 那條腰好像不太自然 是啊 就是有點頂 可動性不是說 不算很高的 是 做不到很彎腰的動作 因為始終你真骨丁 那個賣點就是 根據人體 氣服的體型 他也不是跟你說高可動 他只是根據人體 所以變成他根氣服的話 他的關節就會受到 他的外規甲的影響 就變成對可動性 有一定的限制 新年又馬鈞天 光天正 我也有買光天 好 但始終最原組的兩個牙狼絕狼 都是必須要買的 是 會不會有第三隻呢 雖然我很期待 可能出舊的 我反而又差遠一點 不知道他會不會出神牙呢 因為出神牙真是正 好 好 時間的關係 我們再看他的朋友 這個就是阿馬遜 電影版 真骨丁大隻很多 是嗎 你試試站上直 看看 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我又忘記了 看完沒多久 真的忘記了名字 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 算了 Anyway 阿馬遜 Leo Alpha 坦白說 如果真的說 這個很厲害 這個我看電影裡面 它是厲害的 它要招大絕先營 掃完之後再劈 它有機會 真的是 是阿馬遜系列裡面 最強都不出奇 不過是個人 笨蛋而已 你真是好地地 以下一定是有劇透的 如果你說未看這個 《最後之審判》 你轉一轉台 或者看完之後 再再看這個節目 好了 我開始了 你是很無謂的 你有一把這麼強勁的 的清掃者 把這個節目的清掃者 你不斷狂掃這個Alpha 你走遠一點掃 你會死也行 你走過去零距離 在這裡掃 你GP03 真是值得被人斬首 老實實 但是說回玩具 它這個觸覺 真的很危險 超幼 它是硬膠 不是軟膠 所以在造型上 真的厲害到震 除了造型上厲害到震 之外 你試一下向前摸 你可能就 四五塊水 真的 還有它的肩甲 黃色的印上 黑線都很清楚 其一 留意它的眼睛 透明 透明 是很亮的 那些 這些就是小時候 你戴錶 會有一個 膠固 孤主 保護 玻璃面就是這種 沒錯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 這個設計 很有軍事 感覺 對 可動性 反而 它絕對比這個 真骨雕強 當然 反而後鎖 是因為本身 又是 慣常的地方 又是 慣常的地方 一定會脫掉 最好 如果你 癡死它 癡死它 如果不是 很高 你本身 後面那個 小腿的 刀勾位 刺大腿 對 真的一向後咬 很大機會刺大腿 然後痛死 即是它喜歡 哈哈 看看 掃除者 掃除者 真是整隻 整隻 Amazon Leo Alpha 的精髓 真是好 鋸樹 對 德州電 鋸殺人狂 本身 草食型 Amazon 飼養牆的 場主 亦都直接 跟這個 4C 老闆有掛勾 所以就 刺予它最強的力量 無緣無緣無故 又 嘴到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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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Amazon 它不是Amazon 但是 真的用吸引 令到自己的細胞 Amazon 化 有解釋 但它在變身之前 要在這裡拍一拍 然後才刺 嘴到腰帶 嘴到腰帶 看看怎樣 可以的 可以的 正常 都更好 正常 真的不錯 都是那句 玩Bandau SHF 那些 那些 不用擔心可動性 即是一來關節夠緊 二來的可動性 又不會差 話說回來 我很少買 Linar的 R.A.H. 我 Amazon 我真的買了三隻 買齊 我等著這隻 見到 沒問題 MEDICUM 有做嗎 有 有 現在是欠 Alpha還未出 Sigma 又不出 最壞 其實Sigma 我也很喜歡 Sigma Sigma 應該出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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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君 如果大家未看《最後之審判》 坦白說 拖映是不是很好看 其實看完第二季就完 就算了 不要看電影版 但你真的要看主角本身 兩個個下場是怎樣的 那怎樣都好 我又是劇頭的 即是RYP 這個 英山人 死得挺有型的 好 好 先試一下 我們又準備下一部分 下一部分 下一部分是 好 那我轉頭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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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這是 是 準備好沒有 導演 德哥呢 德哥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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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人等腳 那個人 我們講的 好嗎 好不好 你好嗎 吧 我們接著 我們來個小分成功